应粉丝的要求, 做一次月筆的莲州咸香腊肉 说明是咸香腊肉, 只需要盐和白糖即可 至于盐糖的比例, 我会打在屏幕上,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新鲜的猪肉花蜜, 无需清洗 只需要按比例, 加入盐糖去腌制即可 腌制24次后, 用清水清洗均淨 这个步骤也非常重要, 主要目的是去除多余的盐分 然后烧一锅开水, 将它调节到50-60度左右 这样的话, 除去清洗多余的油脂, 防止冲婴来咬 然后, 拖过水后, 将其挂起, 调干水 那么, 芝士怎样来呢, 蜡腸香不香, 就看这一样 那我今次加入, 酱香的高度酒去腌制 哇, 一看天气, 知道是晒腊肉的好时候 那么, 我们晒这个咸香腊肉呢, 首要的就是 头的四天, 要替太阳晒 那么, 到期收干水分之后, 要放入陰凉的地方 然后, 北风吹干它, 这样才是够香 那么, 严格说, 晒4-5天, 然后, 阴干10天 前后后, 全程要15天时间 想吃好东西, 真是不容易了, 拖的就是北风 15天时间就贵了, 可以入库收藏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大家